我是在13年之前一直从事的是游戏行业 然后是从策划到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13年下半年加入了创业工厂之后的话 其实从事的这个领域我们内部叫做内容娱乐 它包含了游戏也包含了可能视频 也包含了可能动漫等等 更多的是属于这种娱乐的内容的这一种形式 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其实投资了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像有妖气 暴走漫画 其实他们大部分是二次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的群体 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一个新人类 这一类的这个群体所喜好的这种文化内容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对象 或者说是我们组在这个工厂内所所负责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在来了之后的话 我一直是在这个组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这么样的工作 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这个组已经投了大概有二三十家 在这个新内容新人群的这个一个文化当中的这个公司 創意工厂是包含了投资和投后两个部门 投资是属于投钱的部门 就是我们去寻找比较于潜力的项目 然后投资给他们 帮助他们成长 投后的话更多的是在财务法务啊市场这方面去辅助这些 我们所投过的公司的一个成长 然后我现在呢其实是投资经理 也就是说刚才所提到的投钱的这个部门 然后主要的职责可能是到处去观察和寻找有哪些比较有潜力的项目 或者说是有一些可能初创的或者说已经创始了一段时间 正在发展需要一个助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找到了之后的话我们投资进去 然后再进行一个合作或者说是一个辅助 互联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行业 在过去的大部分的传统行业当中 一个公司的增长主要是由资源和推动 以及它有一个稳定的发展速度 但是互联网它有一个网络效应 所谓的网络效应就是当人群足够大的时候 它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 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增长往往会超出你的这个资源的限制 也就是说它在为了发展的更快 它需要一些资本或者说资源的助力 而且这个因为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范例 也就是说不管是你那个成功的发展 或者是没有成功的发展 资源都会进来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得到资源的助力的话 你的那个发展会被竞争对手所超越 它意味着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想好 你这个市场是不是竞争有多激烈 当你的竞争越激烈的时候 你越需要这个越早的这个融资的进来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天使投资是否需要这个过程 首先如果你个人不缺资金 然后其实的费用也不是很大 你可以进行先进行尝试 但是你就作为一个比如说你个人创业 然后去自己花自己的资金去进行一个起步 它最主要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说我并不需要风投 不是这个出发点 而是说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去尝试的话可以最快的起步 刚才我提到了互联网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考核点是增长 那么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有自己资金 你可以直接的进入这个增长阶段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自己的产品 而不需要你再去外面反复的找融资来浪费时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而另一个方面的注意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有资金 你有比较大的控制权 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不用太关注外界的情况 比如说当前这个市场热不热 或者说好不好融资 直接去启动它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但是另一方面 为什么说我们会发现很多已经有资金 就是一些成功的创业者 他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依然会融资的一个原因 一方面很多的这个投资方其实也会比较青睐他们 希望自己主动能够加入到这个公司当中去 所以他们会主动地提出投资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部分除了资本资金以外 投资方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 这个贡献体验在什么方面呢 第一 投资方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是长期的 就是也许这个创业者刚刚进入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创业者在这个行业当中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投资方他因为长年的投资经验 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会比较深 他这个深不是体现在业务层面 而是体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动态发展 和预测未来的这个能力方面 他可以起到很大的注意 第二 这个投资方有可能会对于过去 他投过的很多的公司 所采取所了解到的这种成长的 公司运作当中的经验 还有在资源介绍的这些 就寻找合作方 或者寻找一些可能的发展机会方面 他也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然后最后一点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的整个发展 是由资本和公司的自己 就创始人自己的努力 合而为一往前推动 它就意味着 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 都是在这个模式当中进行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公司一直是长期的封闭 它就有点像过去 我们所说的闭关锁国一样的 它可能会让你忽视了外界的快速发展 当你得到融资的之后 至少你在这个信息的获取 和这个增长可能性方面 是和所有的金融罪头在一个起保线上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自己闷头发展 而错过了外界另外一个团队 快速融资而获得的一些资源优势 大致上是这几个方面 整个这个融资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 已经很成熟的体系 一方面它是属于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的本质意味着 它是一个获利的一个机制 在里面起到工本的作用 那么但是所以说所有的 从天使到VC 再到后期的PE等等 它其实本质上它只是承担了 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角色的作用 因为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 可能从天使到 A 轮 B 轮 C 轮 一直到 IPO 退出 它会经过很多轮融资 它其实本质的一个机制的 起到的一个核心机制是 每一个投资方都进货在出货 这就和我们说所谓 金融的二级市场是很相像的 它是一个买卖行为 也就是说每一方 就是每一个投资方 它其实进行的一个都是衡量 在成功概率 投资金额 还有投资数量上面 进行几个参数的变化 来获得它的这一个投资策略 那么它意味着它必须要出货 它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收益 对 VC 而言 它可能在过去的话 需要在一个后期可能 PE 进入 或者说 IPO 的一个退出 但现在可能因为资本市场比较火热 它可以更早地进入主板市场 或者说是创业板 但是不管是哪种退出方式 它的最终的结果 是要让这个公司能够有一个退路 它也就是意味着 那么 VC 它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公司的成长性和方向性 作为天使投资 它和 VC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有一部分的天使投资人 他们并不是按照机构化的方式去运作的 而机构化运作的话 它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钱自从 LP LP 的意思就是说 非这个基金本身的合伙人 所谓的有限合伙人 他们是出资方 然后他们把钱交给了基金的管理者来进行投资 最终它从中获得收益 那么在这里面 为了限制其中的风险会有很大量的限制 包括了时间期限 包括了很多的投资方向的一些限制 那么它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机构 它的所有的流程它必须很正规 它必须很严苛地去控制自己的风险 但是天使投资人的话 它有的是机构有的不是机构 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 它对于年限的限制以及自由度都是比较开放的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我看好一个项目 我可能当天就可以给它打钱 但是作为机构是不可能的 因为LP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出资方 它会认为这个行为是不合理的不正规的 那么基于这件事情 基于这个原因或者理由 它会在这个VC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投资委员会来控制整个流程 那么它的角色会更慢 同时它的要求会更严格 那么从这个天使到VC 它的本质区别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处在于一个不同的阶段 因为天使因为它更开放 然后更灵活 所以它可以投很多人的项目 而且因为它的资金比较少 所以它也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 但是与此同时它可以投更多的数量 降低它的整理风险 因为它每一个单个项目的失败风险更大 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VC的就近年来的发展 有一部分的新的新成立VC机构 它会去采取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它把LP寻找的这个出资方 它会设定为过去的很多互联网公司的 这些已成功的创业者 或者说已经成功出互联网公司 由他们来出资 因为他们对互联网更加的了解 所以他们也会提供更加的灵活度和透明度 也就是说这一种新的VC 其实相比来说 它会比过去的VC可能更加的速度快 更加的灵活 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来运作 它不可避免的就是这个机构的正式的这种流程化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它依然会对于产品或者团队的这个要求更高 它本质上意味着是说 它是一个金融操作 它必须要在这个公司成长期间获得这个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 它跟天使投资机构也不一样 因为天使投资人的话 它有个人的信誉 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自己 各个创始者是我直接与我的个人进行打交道 那么这些创业者的话 他们会认可我这个个人天使投资人的一个身份 那么将来即便这次失败了以后 他未来也依然有可能会找到我 因为这有一个人情的这种关系 但机构的话不一定 因为机构里面的人员可能会动荡 会离开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天使投资人他也更愿意去支持一些 可能相对比较年轻的人 但是作为VC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他可能会培养了一个团队 之后这个团队可能下一次并不会再来找他 所以他的要求相对来说也会更加严苛 不会考虑过于长久的一个期望 而会考虑就本次这一次投资行为是否能够成功 所以这是这个造成他们本质区别的原因 其实很多人在拿融资的时候 他会被过去的很多媒体的新闻 或者说过去很多小道的传言所影响 他认为所谓的天使投资或者的奉猿投资 他会对创业者起到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就关注 或者说是很大很大的提升 但是本质上来说 因为现在的创业者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说现在的创业项目的这个失败率也极其之高 我们荒野思考作为一个投资方 他肯定是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帮助 提供给发展的最好的又潜力的创业公司身上 做个比喻的来说的话 就像很多真人秀节目 导师肯定是会到了选择的后期 当这个学员只剩下几个的时候 会重点去帮忙 他也不会一上来 在海选的时候 就给每一个学员提供特别特别大的帮助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肯定是不够分配的 也就是说 当你没有成为一个机构的 所谓的就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成员 你不可能得到最初你所认为的机构 所能提供的资源的想象中那么多 而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你所在的行业领域 并没有看出你能够胜出的一个希望 就是你不能成为这里面的佼佼者 或者成为这里面的垄断者 那么很显然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可能并不会给投资方带来极大的回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投资方也不会在你这个项目身上 说把自己整个机构的所有的资源 或者所有的力量投入进去 从这个换位角度思考来说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投资机构或者投资方 不能够给你提供足够大的帮助 而是说你的自身的发展 才决定了真正你能得到的这个帮助的多少 而另一个角度 有一些新成立的投资机构 它可能会对创业者提供很多 很细节的这个辅助的帮助 但是这种帮助本质上来说 它不能够使一个本来没有太大机会成功的一个公司 它就能变得很成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你一个创业者把这个成长的希望 更多的去寄托在投资方身上 它可能会把这个困难想象的更轻 而事实上所有的创业者都可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真正起到这个决胜因素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创业者自己 其实这边最常见的一个事情是说 当投资方在公司里面占据的这个金额 或者占据的股份非常多的时候 它往往有能够起到一定的控制董事会的作用 它甚至会提出让那个创业人下台来替换CEO这种行为 这个事情本身的规避方法其实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未遇筹谋 就是说在公司的这个融资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不要出浪太多的股份 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容易 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 因为公司的发展可能会需要大量的资金 那么这里面其实它是取决于两部分 第一 当公司发展的好的时候 并且这个融资环境非常好的时候 尽可能多融一些弹药 也就是说多融一些资 它可以使得你这一期能够坚持的时间更长 因为在融资环境不好的时候 它的整体的企业的估值都会下降 另一个事情就是说 因为这个公司的发展的速度很快 所以说你需要很多资金 那么意味着 其实你的这个股份出浪一定是在持续减少的 那么这里面就取决于说 如果当这个公司发展进入一个稳定阶段的时候 可能你能够公司能够产生利润 或者说作为创始人 他可以从某一次投资当中 获取一些套现的机会的时候 他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一些其他的设置 来重新的回购更多的股权 比如说天使的股权 因为作为天使投资方的话 他已经获得了越大的回报 所以说一定要考虑 跟投资比较前期的轮次去进行商量 看他是否能够有一部分可以出浪股份出来 也就是说使得你的股份尽可能又回到原来的更多 这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在股权的设置之上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像阿里巴巴其实他是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股权设置的 也就是说在角色权上可以保证 即便创始能股份比较少 也可以做到他有更多的投票权 这是一种设置 然后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在最初我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我们要看清楚这里面是否有付费的条件 我们最常见的有很多合同当中会有限制 比如说领袖权 就当公司的估值到达多少的时候 也就是说有人想用这个估值来购买这公司的时候 必须要卖掉 并且是由投资人发起的 那这一个合同 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公司的一个潜力 在这个估值之下你是否愿意卖 这个条款是可以去谈 然后当然不一定说完全以创始人的这个意志为准 但是这是可以商量的一件事情 另外有一些到了A轮B轮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上市的年限 比如说如果它规定多少时间没有上市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你情况 到底是回购 创始人回购股份 还是说公司回购 还是说有其他的处理办法 这个也要看清楚 然后在条款当中 所有跟公司操作有关的条款 如果都比较清楚都过了一遍 这个时候其实一般来说风险不是很大 除非你的公司发展确实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公司发展的不好 所谓的促中了一些投资人的这个 所谓的我们说集体的行为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轮投资方的这个股份并不高 但是实际上到了投了很多轮次之后 所有的投资方之间的这个股份加股份或者投票权加来一起就挺高的 他们是可以有办法来协制这个创始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创始人一定要非常的摆正态度 所谓的摆正态度就是不要去跟所有的投资方 也就是董事会进行对抗 必须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是否犯了错误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之前工厂内部的就是培训营当中也有过其他的公司CEO进行过分享 就他曾经在公司发展不利的时候被董事会要求下台 而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 甚至是公司之外的人都知道 但是他被蒙在鼓里面 但是他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他感觉到很震惊 但是没有办法 他这时候他唯一的做法并不是去找律师 或者说去找各种合同当中的漏洞 这些事情可能也是同时进行一个筹备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最核心的是认错 并且是发自肺腑地认为自己错了 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很虚伪地表达一个认错的态度的话 大家是不会买单的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 往往是没有经验的创业者 在最开始的时候的条款当中留下了坑 而后期的话 他又因为这件事情又非常的激进 脾气比较急躁 才导致说很多对抗 如果前期做好足够多准备 中期又去做好足够多的这种沟通 并且适当地放低自己 以公司的利益为优先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化解的 所谓的平心投资人 或者明心投机构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其实更多的是它能够使得这个公司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大家也比较相信它的眼光 但是我们知道风险投资的事情是一定存在风险的 也就是说在明心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 他依然会投出错误的选择 也就是说他可能投过的公司会导致失败 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认为它的成功几率会比其他机构高 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当你被它投资的时候 你最大的能够利用它的一个优势是 你下轮的融资会相对比较容易 但这个是相对并不是绝对 它依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发展状态 但是当你作为一个比较明心的机构投资了以后 然后你又利用它的机会更快地融到资的话 它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你的增长更快 因为刚才提到互联网的这个本质需要增长 所以当你增长更快的时候 你是更容易和竞争对手拉开差距 并且占据你的这个先发优势 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这个明心投资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 你创业者能够从投资者当中获得最大的一个注意 是取决于他自身的发展状态 也就是说当他的发展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他能够从这些明心的投资者身上 能够也得到更多的注意 因为这些明心投资者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资源 和自己的眼光能够帮助创业者的 但是你如何获取他的这个资源 还是你本身的发展的好 也就是说这个本身的逻辑 它就有一点像我们说 我们选一个好的学校 选一个好的学校肯定是有个更好的平台 但是你必须成为好的学校里面 好的兼职的学生 才能够充分地得到这个好的学校的优势 那么如果你并没有 只是在这个平台中的末尾 其实跟你在一个其他的机构的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因素是取决于 由个人就是创业者自己来把握的更多的一个情形 这里面其实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说很多人一上来 特别着急着融资 而且融很多人 这里面有个情况是说 如果他刚开始的这个市场环境很好 他融资比较多 出浪的股权很少 我觉得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人 他有一些创业公司 他可能他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他比你的竞争对手要慢 那么他有可能他会很着急的 说去拿一些比较糟糕的那个投资 这次比较糟糕的投资 就是说他可能会条件比较苛刻 又给你很多的限制 那么你过早的把这些 等于说你把自己的这些股份 吸释出去了之后 你回到头来 当你下一步发展的时候 有可能你其他的融资进不来 因为你的融资空间已经变少了 而这时候你虽然已经发展上去了 但是对于投资方而言 可能他还是愿意去投你的竞争对手 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等于是透支了自己的发展 在这里面的 其实你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说一切以自己的发展为准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融资的需求 一定要以你的业务为核心 尤其是当有一个很苛刻 很不合理 看上去很美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意向的时候 不要着急去答应 因为这里面本质上来说 就是越没有经验的创业者 越难以判断一个事情的好坏 那么这个时候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握几个核心点 你刚创业的时候 你有太多事情要去判断了 那么有些判断做错了 是可以走回来的 而有些判断做错了以后 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在每一次融资 包括条款 包括这个谈出来的条件 需要尽可能的谨慎 宁可稍微慢一点 比如说让一些 比如说懂法务的朋友 或者说让一些律师来过一遍 再参考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就是成功创业者 有过来人 去问一问他们的情况 就可以避免掉更多的风险 其实本质上来说 这里面最大的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说融资的结构错误 融资结构错误意味着 你没有和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去谈 因为专业的投资机构 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它会保证双赢 而一个不专业的一个投资机构 它会自考虑自忍利 最终导致一个求助困境 大家双方都受识 那么它可能会提出 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情况 比如说我占大股 比如说要创始人 在下轮融资的时候 我就必须把他的股份 以什么样的价格退出 也就是保证他 他把风险投资 做成了一个没有风险的事情 还有说他会希望 所有将来的新的投资方 不稀释他的股权 也就是说股份 随着他的往后融资市值的增大 他要保持不被稀释 就是有很多匪夷所思的 这种所谓的设定 都是因为他完完全全 这家机构并不了解什么 叫做科学的融资 但是他会带给这个 后续的融资带来巨大的麻烦 因为即便这个公司发展很好 他能够吸引来下一轮融资 下一轮融资的话 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找到创始人去跟上一家谈 那么上一家投资方 如果是一个比较明智的 他会听下一轮的 投资者的这些理由 那么他可能会最终 把这个结果改回来 但是万一碰上了一个不讲道理 蛮很无理的 那么他这个公司就彻底的 没有办法进行下一轮融资 那他就会非常糟糕的失败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你找了一个很外行的 它的操作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么一个融资的结构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糟糕的融资结构 就是说创业者这边没有想清楚 创业者没想清楚的有两方面 一方面人量跟投资者有关 就是他一上来就引入了过多的投资方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众筹 我觉得他引入了很多很多投资方 而这些投资方之间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权益的划分 它会导致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特别简单一个事情 就是你可能你作为一个决议 盖章要跑很多地方 这个事情就是你在事后才能够提回到它的一个麻烦 因为你放出了太多的权 权益出去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代持的作用 就是为了减少这些麻烦 但是你投资方很多又是很多家 它会带来一个很麻烦 这是没有想清楚的地方 而另外一个没有想清楚的地方 它指的是说公司内部的股权问题 我们最常见的说我们很多人 比如说三个人合伙 然后三个人股份完全一样 或者说大家没有为了说 为了保证说大家的齐心协力 把股份都分出去了 没有为未来的这个期权 或者未来的其他的员工可获得的这种 可限定股权 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两个都会有严重的问题 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的股权比较接近的时候 其实这个公司没有一个核心的主控权 这个公司在早期发展的时候 并不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这个问题是一定会暴露的 而投资方作为一个酒精沙场的老手 他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问题所在 它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设定方面 如果比如说期权没有设置好 并且一开始没有被跟所有的合伙人说明 那么这个大家会说这个期权从你这边出 那等于说这个大大的削弱了这个创始人的这个股权的份额 就是有很多这些提前需要设置的一些事情 他必须在提前做好准备 最好的办法其实真的就是要去了解 很多已经走过来的过来的人 就向他们去学习 而还有一个要害呢 就是说千万不要逼着自己去做一件 看上去不是很靠谱的事情 有很多人说我现在合伙人很强 我又没有办法不给他们股份 于是大家股份只能一样 但是现在我又想创业 于是我就去做了 这个事情就像是说你要去爬山 然后说你已经到了山脚 没有准备这个冲锋衣 然后你就要上山 那么你上山的话就是冻死 所以这个理由是不存在的 就是当你的时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宁可再寻找下一个机会 也不要非常莽撞的 去做一件根本走不远的事情 就是战略投资有 目前来说有两种形式 它们略有区别 就是一种形式就是它完完全全在公司内部 它只是一个小的部门 承担的业务 指的是当业务部门有一些需要并购的需求 或者需要做一些产业链的投资需求的时候 它才进行这个操作 也就是说它所进行的一些行为 仅仅是为了这个公司的利益服务 那么这个公司的利益 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找到这个公司的一个新的正当点 或者新的利润点 或者说是一个资本市场上一个更好的故事 另一方面的话 它并不希望你发展的有多大 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把你吃掉 它会给你有很大的限制 而且有一些刚刚开始做投资的公司 它没有足够多经验的公司 它会列出一些很苛刻 很不常规的这些条款 来限定这个被投资的公司 这会给你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受限 通常来说战略投资 对于比如说有些创业者 如果他并不想做的非常大的公司 野心并不是那么强 那么他可以去选择战略投资 因为他可以有很明确的出路 他会比较相对的比较保险 但对于一个有野心 他想发展得很快的一个公司而言 这些战略发展的这个方 其实会给他的限制 两个不同的形式的另外一种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发展的比较大的 这种很大很大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这个投资这一块相对比较独立 等于说由集团拿出一份资金 给这个独立运作的公司 他们去自己的操作 他们有一定独立于业务之外的这个控制权 也就是说不管业务要不要 或者业务需不需要 他都可以去做投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来说他会比较独立 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干涉和影响 这种就会比较好 所以说这两种形式 本质上来说 它的区别不是说 这个部门有多大的独立性 而是说这家公司 他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验 他就会做很多不专业的事情 那通常说他独立成立了一家基金 就独立成立了一个机构 他的专业性可能会略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跟一个已经独立出来 这个跟公司的业务 不是那么近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式 进行洽谈的时候 他专业的可能性更大 仅此而已 这两种形式都有可能 遇到比较外行 或者比较不专业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新公司 又是刚成立的 那么它里面往往会出现 更多被限制 被控制的情况 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风险投资的基金的话 它是有一个存续期的 然后一般从早期到晚期的话 时间是越来越短的 比如创新工厂其实是八年 然后有两年的退出期 就相当于可以有 总共有十年的存续期 可能有的基金的话 它会五到五年 七年这样 但是到了后期的话 可能会更短 可能三年 五年的 甚至我们知道 有的基金是一加一 就是说一年存续期 一年的退出期 这种更多的是并购 或者说是一些 战略发展的这种 快速有人接盘 有工业接盘的这种 只要一成长 它就收的这种 所以说这种就时间比较短 那么不管是你时间长 还是时间短 每一个基金的投资 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就是说先拿到钱的时候 就马上去投 因为它投资去以后 公司要发展一段时间 才最终能够退出 然后不同的基金 它会有不同的策略 有的基金可能会 分几年的时间 逐步地把这些钱花完 然后有的基金 会流出一部分钱来 因为他们除了早期投资以后 他们会流出一部分钱来 做接续他们的A轮B轮 这样的投资 然后还有一部分基金 它因为它清楚自己 很快就能融到资 所以说它不怕把钱 把你花完 因为花完的同时 它又融到了下一笔 它可以用下一笔来进行 更后续的A轮B轮 不管是那种操作 它一定会受到了一个 这种限制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存续期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存续期之间 投出去的公司 到了结算期的时候 那么你必须要重重退出 有的是为什么会有个退出期 就是这个退出期时间之内 你可以再逐步的 让这家公司退出 然后如果在整个时间里面 你没有退出掉的 这些公司就没办法 就只能放在那管不了 那么在你所有退出的公司当中 来进行你的这个结算收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基金 它的发展的不太好 它们融新基金比较困难 但它在融的困难 这个过程当中 它并不知道它一定能融到 或者一定融不到 但它在这个时候 它依然可能还在进行一些投资行为 那么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时候 跟你签了一个意向书 但是在跟你这个过程当中的 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 它的新的融资的情况 不太好的时候 它必须要停止这个投资的行为 而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 它这个可能要到期了 它要结算了 那么也就是说 它意味着 你刚投进去没多久 它可能就会有点着急地 催促你的发展 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对这个公司 其实不是那么的有利 但这种情况的话 通常作为创业者 其实是很难规避的 因为创业者这个信息不对称 他并不知道这个机器本身的情况 那么 唯一能够降低的风险情况 只能说是 你尽可能去找更大的 因为刚才提到的一些明星 或者说 更大牌的这种机构 通常它融到新的资 或者说 它自己的操作规范的可能性会更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 避免这种可能性发生 并不能完全地规避它 只能说 你如果能找到一些过去口碑更好的 通过你其他的了解 或者说你过去的一些口碑 了解到这些口碑比较好的 这些投资机构 像他们的融资 如果能融到的话 一般来说 这种出现 这种比较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会更小 但融起来说 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其实不用特别地担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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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